到了,到了 到了,花末也到了 苏联时期的房子 苏联时期的房子 这是我南天的 对 我又困了 睡沙发床吧,我们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不是中文吧 我怎么到处都是中国字 这个长得很像中国字 这个很像蜥蜴 但它其实又不是 其实就是中国字好不好 翻动不会是中国人吧 这边还有个房间 这里真的是典型的 素典的房子 猜一下 大清早的房东就来赶我们走了 神经病一样 真是呀 真的 我们上个房子 这个房东特别好 这个有点毛病的 对 房东都没出现 而且这个是做省医的 你这会不会做事情是吧 就是 还说下次不要怎么样 下次不会来了 就是 我们付了一天的钱 让我们9点钟滚蛋 外面一直下雨 有这个群细跟我们一线自暴为相 就是开门了 漂亮是真漂亮 到明斯科这种地方来 这个民宿一定要在网上选 我们是找熟人 这是神经病 一直干嘛 不可以很亲戚做神医 还有什么就是靠他们什么的 熟人 对呀 熟人还有兴起知道吗 对对对 这个是说有点难听 但是是实话 我们的车来了 上 白俄罗斯还没玩 我们就要走了 是的 还好昨天没有来到明斯科 因为在这里一直点山热 特别冷 特别冷 我又该冻死了 鼻子还冷 根本没地方去玩 这边还有一辆这个直升机 我老战人说是真的 他年轻的时候坐过 跟我说去阿富汗战场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就 他的飞机就落下来了 然后带着他还去好多地方 去看病之后 最后 这里提前也没有人通知啊 要提前两个小时做核酸 然后才能出结果 来的时候核酸做也没人看 老战人快气死了 要提前两个小时做 他说一个 对 箱子也丢了 我们五个人的核酸做了450白俄罗斯卢布 我的天哪 要三个小时核酸出结果 喜欢 进来的时候也没告诉我 对 对 而且在俄罗斯也不需要 做核酸 想念做核酸吗 没有口罩不准进入 哪里有人戴口罩 那边两位也是没做核酸 机票都没得退 得重新买 估计我们也是 你打算还在做吗 核酸做完了 现在退机票 这边我们五个人的核酸花多少钱 四百五十五个人 一打开 两千块钱人民币 哈哈 没有两千一千五一千五 都是在退机票的门口 应该是 故意的 这个票退不了了 退不了了 只能做明天早上飞机了 对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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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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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换 九百一 白俄罗斯罗布 三九二七七三千块钱了 三千块钱了 三千块钱了 对吧 我都不知道我这边有人民币有多少 哈哈 我的卡也不能用 我的卡也不能用 我看你妈妈刚才就很难受 感觉你爸妈血压都有点够 边上还有个老太太气的 直接穿运过去 是的 边上的老太太好像也没有 他去莫斯科的 有的人真的身上没有一分钱都没有 所以他们这样做的 他们也不知道你听到的没 而且他们看了 所有的那个万丈说的信息说 不需要这个和尚解释 不像我们 我们一下飞机一下火车都告诉你要干什么 对吧 对 还得再住一天酒店 你记得把酒店和打车钱换了 哎呀 这趟白鲁斯折腾掉好多钱呢 我好想吃 没那么多钱 再把罗布全换掉 先换人民币吧 所以来这个白罗斯旅游啊 还是挺好的 但是要注意这边这个规定 非常的就是没有脑子 对就是一定要自己主动取吻 没人会告诉你 过来换20美金排队 在这跟我吵架 还不排队 关键的是 妈妈好伤心啊 眼泪都快出了 换了多少钱 换了三万五 三万五 就是俄罗斯鲁是吧 俄罗斯鲁是吧 人家第一次要四千块钱 四千块钱 我们来的时候 太骄傲流行 我们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而且不能坐火车和公共车回去 来买票了 这个阿姨人还挺好的 这个也特别好 他让你怎么样来着 他说我今天拍都要是有人知道 还是什么 取消票 就让我们先走 对 然后先把明天的买了 然后他把有位置的退给我 挺好的一个人 这个人特别好 他说万一有晚上有人就来不及来 还是什么的 他都会给我打电话说一下 有机票 实在不行 明天早上就走 还把电话留给了他 对对 挺好的一个人 挺好的 不幸中的万幸 难道是你妈妈不敢去看宾馆 她把这个价格是吧 对 她说我怕 哪个有个大价 我们去找个酒店 我们改签加那个核酸一共 花了5000块钱有吧 人民币 对 哎呀 我已经躺在床上了 这个床 你看这个房间 兄弟们看没有厕所 有四张床 感觉跟你小时候的宿舍一样 没说 大学时候的宿舍一模一样 这个房间多少钱 你们猜一下 1000块钱人民币都不值 320多吧 三百二十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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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二十多吧